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贪生者 天不能死 说那些能够不贪恋生死的人 上天是不会让他轻易地死去 生死有数 这都是上天给安排好的 甚至是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 就是相思而生的 因为轮回演变 总会有生命的交替 我们看那些古代帝王将相 一生都是致力于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 但最后的结果呢 是差强人意的 而那些长寿的人呢 在问到他们长寿的秘诀的时候 答案绝对不是什么吃了什么长寿丹 而是静心寡欲 再来说一下第二点 第二点是能随遇而安者 天不能困 就是说能够做到随遇而安的人 上天是不会让他陷入困顿的 古人说偷得福生半日闲 心情半佛半神仙 这句话就说得很好 就说明了那些生活的自在顺心的人啊 偷字并不是说真的在偷懒 而是一种会享受的状态 不争不抢 不急不躁 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那第三点是能造就人才者 天不能孤 就是说能够积极讲业后劲 培养人才的人啊 上天是不会让他孤立的 说起爱才惜才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啊 那些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 不是这个人本身有真本事 像是曹操啊 或者就是这个人特别会用人 能够留住人 就像是刘邦 还有李世民等等等等 而反过我们现在的一些公司 领导抠门不说 还总是对下属不信任 那公司的离职率想必很不乐观 所以说呢 能够做到奖赏分明 爱才惜才的人 才能走得更远 再来说一下第四点 第四点是能以身任天下后世者 天不能绝 意思就是说能够挺身而出 为天下所有人以及子孙后代造福请命的人 上天是不会让他陷入绝境的 解释完这句话呢 我脑海里第一个世间浮现的人物就是范仲淹 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再符合不过今天的话题了 能够在遇到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 作为一个领头军 这份责任和这份心非常让约翰佩服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佩服的 我们常说上帝是公平的 欲让其福 必先将其获 想要给一个人好的人生 肯定也会给他设置几个障碍 考验他的毅力 那今天约翰和大家分享的这四点 都是人身上最好的品质 相信你学会了这几点之后呢 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